身為電玩遊戲的玩家 一定會想將自己的戰績或成就留下來 正因為花費了時間跟精神 所以能夠將這些成果保存起來 在現在遊戲內也是很基本的一種功能 而隨著技術不斷發展進步 現在大多遊戲幾乎都能將遊玩的記錄 存在雲端、電腦或者是遊戲主機內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想過 在以前那個沒有網路、沒有電腦遊戲 只有家用型主機的年代 這些玩家努力挑戰過的痕跡 或者是自己練功、打寶的記錄 是如何保存下來的呢? 這集我們不談遊戲 來跟大家簡單聊一下 以前的遊戲到底如何存檔 黃白街於1983年發售 而在台灣正式發售的日期是1987年 直到2003年任天堂宣布停場 在期間發售了超過1000款的遊戲 太多的經典作品多到舉例不完 不管是熱門的還是人門的作品 相信都是許多老玩家們的回憶 但任量在開發初期並沒有將資料備份 也就是存檔的概念考慮進去 加上初期所發售的遊戲 大部分都是動作、意志、運動類型的遊戲 這些作品大多都是希望玩家不斷的挑戰過關 或者是跟朋友一同互動為主 甚至也是有些沒有全播概念的循環關卡 這些遊戲基本上整個遊戲的流程都不算太長 如果失敗了不是全部重新再來一次 就是接關剛才的關卡起點再次挑戰 那遊戲流程比較長 沒有辦法短時間就過關的遊戲該怎麼辦呢 這個問題在工程師設計下獲得了一個方式 那就是用 密碼 也就是早期一些RPG或流程較長的遊戲開頭 通常第一個選項就是進入選擇打密碼的畫面 只要在先前遊戲中取得的密碼 正確輸入 就能回到上次遊玩的進度來繼續挑戰冒險 而遊戲中提供的密碼 其實就是對應玩家當前的數據 譬如玩家玩到第幾關取得了哪些物品 單純一點的密碼可能用數字就足夠記錄 隨著遊戲的內容增加 需要記錄的東西越多 密碼也就會跟著越來越長又複雜 例如這款無賴戰士 隨時用到的密碼總共是A到P共16個 組合是四維數 這邊我們用密碼GAMB輸入後 直接就來到了第七關 接著是著名的忍者龍劍傳系列 第三代王拳的方舟 密碼則是用圖案替代 這邊我們用藥瓶、忍術、忍術、飛鳥的組合 直接就從第七關開始 這邊補充一下 可能會有玩家問 為什麼他玩了三代 沒有可以輸入密碼的畫面 這部分就是日版跟美版的差異了 美版的忍者龍劍傳三代 是沒辦法輸入密碼的 早期許多遊戲 兩國因為卡夾內部晶片政策的影響 導致許多作品的標題或者系統會有不同 熟悉的老玩家們應該都會知道 我們簡單比較幾樣就可以看出差異 接著還有知名的洛克人系列 從二代開始用表格的方式呈現也是簡單明瞭 但其實不管文字或者是圖形 對應到的都是遊戲晶片內所使用的機械語言 根據不同的密碼轉化成對應的數值而已 所以當如果是要儲存的東西比較多 對應的密碼長度就會很可觀 比如勇者鬥二龍一代要記錄的密碼有20個字 以及我同年的回憶 Zoidos中央大陸之戰 則要記錄25個日文字 最狠的就是勇者鬥龍二代 這款的密碼組合長度長到被官方稱為復國咒文 最大需要記錄的密碼長度來到了52個日文字 是不是很誇張 更不用說日文字還區分輕音、左音、半左音 要注意看字有沒有兩個點還是一個圈 只要沒看仔細中間一個字操作 基本上就會前功進氣整個直接量掉給它去了 這邊簡單舉例一下我們密碼記錄的概念 平時我們習慣用的是10進位逢時就進位 而紅白機的遊戲基本上是由0跟1組成 也就是二進制 這邊我們可以參考這張表 這裡每個日文字都代表對應的數值 當玩家輸入之後會寫入晶片並檢查 只要正確符合編碼邏輯就會繼續上次的進度 正因為會進行正確性的校驗 所以只要一個字輸入錯誤就會導致失敗 更白話一點 就是把一堆文字密碼透過雜七雜八的公司計算之後 再轉成遊戲的資料 能想像你花了一堆時間去練等級收集道具 好不容易把地圖推進到一定程度 最後還用心練習了日文寫作 可怕的是錯了你還可能不知道哪裡有錯 夠崩潰了吧 好在後來有廠商發現了這個問題 於是後來導入了電池記憶的功能 搭配S-Room也就是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來保存玩家的資料 為什麼會說是搭配 因為S-Room需要維持通電的狀態下才能夠維持儲存的狀態 這個改進解決了玩家需要抄寫密碼的惡夢 而勇者都二龍三代開始也使用了電池記憶的方式遊玩 後續許多需要記錄的遊戲也是使用這個方式製造 才讓抄寫密碼記錄的方式漸漸成為歷史 不過剛才既然提到電池 那也不可避免的會有電池電力用完的一天 當時所製造的電池記憶卡夾 搭配使用的都是水銀電池 就是這種圓形扁扁的電池 不論是大型的卡夾還是Gameboy小卡都是使用這種 電池的大小跟型號不同而已 這種電池的說明看使用狀況 平均大概落在5-7年 所以也是有玩家碰到因為電池沒電 導致遊戲的心血消失的慘案 而透過電池存檔的方式一直到大概2000年後 隨著快閃記憶體的普及跟降價後才逐漸被取代 當然可能還有人疑惑 在期間還有其他存檔的方式嗎? 當然是有的 例如1991年推出的七龍珠Z2 這款卡夾使用了電子模組式可附寫微讀記憶體 這種記錄方式即使沒有依靠電力資料也不會遺失 不過由於當時的造價昂貴 所以並沒有很多遊戲使用這種記錄方式 另外就是任天堂在1986年所推出的任天堂磁碟機 簡稱FDS 搭配可以使用重複讀寫的3.5吋磁片與ROM轉接器 來進行遊戲資料的存檔 大名鼎鼎的經典系列作品 薩爾達傳說的第一代也是在此發售 但是隨著後續更大容量的卡夾研發成功 以及次世代主機的推出 FDS的世代也跟著宣告結束了 而隨著科技跟技術不斷跳躍式的進步 透過電腦、手機、主機或模擬器 就能玩得遊戲的我們 似乎比較在意何時能夠存檔 而不是在意如何能夠存檔了 希望看完這部影片的你 能夠稍微認識一下以前的遊戲 有過這麼一段辛酸的歷史 你能想像要是RPG遊戲不能存檔 那會是多麼令人崩潰的一件事情 等於可能玩了一個禮拜的進度 只要一次失敗就會前功盡棋 我自己光想應該就不會想碰了 還好現在存檔功能經過技術不斷的改良 已經會隨著劇情的推進 以自動記錄或是開啟選單儲存的方式 來確保玩家當前的進度 應該很難想像3、40年前 玩家是必須要用手抄或拍照的方式 將密碼記錄下來才能夠確保自己的遊戲資料 這個雖然麻煩但有效的存檔方式 可是許多老玩家們的重要回憶 大家如果對於更詳細的密碼是如何轉譯 就直接用關鍵字去搜尋一下啦 我不是專業的科技人 就大概重點的介紹一下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影片 別忘記按讚、訂閱以及分享 這裡是遊戲創看號 我是透露 謝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 See you next time Capt from 1-3-8 reflection Capt from 2-3